寄給你的時候是掛號 怕你沒收到 但是給你回郵裡面只付一個八塊錢的 平信郵票 所以你用這個郵票寄回去的話 如果這個信Loss掉了 那就Loss掉囉 當時我自己收到的民眾的陳情 就是他已經收到查詢單的 他就想說奇怪了 我明明有蓋章 我明明鑽鑽正正的填寫 到底為什麼我還會收到查詢單 還有一種他直接親走簽名的 他還是收到了查詢單 就讓人覺得奇怪 等一下 所以簽名也是查詢 蓋章也是查詢 到底怎麼樣才是你的標準 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懷疑說 你根本就不是認真查詢 你根本就是拿個電風扇吹一吹 寄出去他是要付理由的 說我今天為什麼要付理由 他沒有理由 你沒有付理由 他是要有理由才能夠寄 沒有 他要有理由才可以寄 我覺得他們就是拿電風扇 還是我還寄多少就寄多少 真的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謹的事情 就是我覺得 絕對絕對不可能 現在講了什麼兩萬五千份 這不可能的事情 本外傳兩萬份 那但是因為意思是個傳聞 沒有辦法被確實確認 那以前尤其是當天傳出來那天 基隆市選委會還在五點的時候 發出了一個新聞稿 嚴正聲明表示絕對沒有兩萬份 就在五點五十九分 這個公文被公佈了 這個公文是什麼 就是從基隆市選委會寄到了 基隆市的民政處這邊的 所以總共寄了幾份 直接計算了這邊 郵寄費有兩萬五千份 這上面直接寫 來 議員寺 你稍微看一下 兩萬五千份 嚇一下 他框那個預算 但是不會用到那麼多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用到 有沒有一萬份我都打折 真的 基隆選委會寄了兩萬份查詢單 來 只好講一下 這個查詢單是雙掛號寄到民眾家裡嗎 沒有錯 他們是用雙掛號 選委會寄用雙掛號 然後寄了這份查詢單上去 那上面就有 有這個要查詢的項目 就是說 這是不是你本人寫的 然後你要簽名 或是你要蓋章 你要先在這裡打勾說 是不是你本人呢 如果是你要打勾嘛 對不對 一定要勾起來 然後請查詢簽名或蓋章 你要本人簽名或蓋章 沒錯 而且那這個 然後他就付了一個八塊錢的郵票 這八塊錢的郵票 其實是平信郵票 然後另外太嚴格 是不是連印尼 如果胡掉也不行是吧 沒錯 這是比較立法院投票的概念嗎 不小心手蓋到也不行嗎 沒錯 那如果胡掉也不行的話 那有可能很多都要被剔除掉 誤用原子筆 原子筆也不行 不能有其他的文字圖案 好 這份查詢單非常嚴格 這麼嚴格的查詢單 是不是有可能剔除率就很高 那麼現在民眾的反應呢 是我們還要去教育他說 你要注意啊 你不可以用原子筆 你在蓋的時候手要小心 不要像陳昭斯一樣 不小心回到 沒錯 而且其實是因為 他們在寫連署書的時候 現場有志工幫忙 所以說如果字機還不夠工整的話 他們還會直接給你一份新的 讓你寫得更工整 你再送出去 但是這個寄到家裡去 哇這個真的就是 債人自己去送啊 那另一方面是這樣 他們的這個連署書 除了當時我剛剛說 他只借八塊錢郵票 所以寄給你的時候是掛號 怕你沒收到 但是給你回郵裡面只付一個八塊錢的平信郵票 所以你用這個郵票寄回去的話 如果這個信Loss掉了 那就Loss掉了 因為它不是掛號 它不是雙告號那樣子 所以它不是雙掛號 對它不是 它只給你一個平信的郵票八塊錢 寄給你的時候是雙掛號 寄給你也是雙告號 但是回郵的郵票 回郵不是是平信 對 只給你一個平信的 所以到時候可以說 哎呀沒收到 是 哎呀印章沒蓋好 哎呀寫字簽名不夠清楚 哎你怎麼用了原子筆 各種因素都有可能被剔除 現在外傳 外傳 外傳 說其實呢 已經有可能被剔除的數字出來了 那麼照阿川的講話 共川的所講是說一萬三千份 那因為我們現在送了四萬三千份 如果真的被剔除掉一萬三千份 那就剩下三萬份 那三萬份呢 跟門檻的三萬零九百份 剛好差九百份 就咚咚沒有過關 對 所以這個 最近出來的訊息 好像是說兩萬五千份 不是兩萬份 兩萬五千份就更有可能 更準確 兩萬五千份 因為這照 就查詢單借了兩萬五千份 對 那照預算算的 那兩萬五千份 兩萬五千份的意思是什麼 除以二叫一萬兩千五百份 一萬兩千五百份 我四萬 我送四萬三千份的時候 然後那 把他打下去 是不是剛剛好把他刷掉 那就還有可能 再加上其他 我稍微多一點 三萬零九百份 我做兩萬五千份 我送兩萬五千份出去 然後有一半的是被刷掉了 他寄這麼多查詢單出去 完全不合理 這第一個 我們之前就 寄這麼多不合理嗎 來來 因為原資在現場 我們還是要讓 郭媛長講 寄這麼多不合理嗎 第一個阿冠我要解釋一下 他們不是說他們愛寄就寄 他實際上在基隆的選委會 兩兩一組 他們會看 就是說比如說 他可能字寄潦草到無法辨識 他會寄 可是什麼叫做潦草 就是說可能根本已經 身份照已經看不清楚了 或者是說那個字 地址什麼 已經無法辨識了 然後他可能會可以根據 就是寄有的資料去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會不會很主觀認定 所以他不是說 因為阿冠簽名 有些人看得懂 有些人看不懂 我先講完 這是第一種狀況 另外一種狀況比較常見的 就是說 比如說同一個字機 大量的名冊 他可能懷疑說是抄的 過去每一次有罷免案的時候 選委會不管是地方或中央 都會因為你是同一個筆跡 然後抄很多份 所以字機雷通 也會被列入查詢單的 他寄出去 他是要付理由的 所以我今天為什麼要 他沒有理由 你沒有付理由 他是要有理由才能夠寄 沒有 他要有理由才可以寄 我覺得他們就是拿地風扇 所以 還是我可以寄多少就寄多少 真的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謹的事情 就是包括選委會 他那個地方選委會 因為被中央選委會 盯得很緊 他也不是說寄就寄 不然我們也可以來看 最後到底他會公佈數字 會有幾份 我覺得絕對 絕對不可能 現在講了什麼兩萬五千份 這不可能的事情 來 就位 到底寄多少份 原本外傳兩萬份 那但是因為一直是個傳聞 沒有辦法被確實 確認 那以前 尤其是當天傳出來那天 基隆市選委會 還在五點的時候 發出了一個新聞稿 嚴正聲明表示 絕對沒有兩萬份 就在五點五十九分 這個公文被公佈了 這個公文是什麼 就是從基隆市選委會寄到了 基隆市的民政處這邊的 所以總共寄了幾份嗎 直接計算了這邊 我看下來 郵寄費有兩萬五千份 這上面直接寫 來 葉仁市 你稍微看一下 兩萬五千份 怕這個 他框那個預算 但是不會用到那麼多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用到 有沒有一萬份 一萬份我都打折 真的 他框這個預算而已 但是沒有寄那麼多嗎 那個是框預算而已 我現在讓大家要來講 有預算決算 我們到時候 我們到時候要來看 到底是一大話多少 現在現在就先編了 就是他就是預計最多 他預計要兩萬五千份 他剛剛跟一個講 那個兩萬五千 除以二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罷函的時候 他們寄出來的這個單子 回流回函率差不多是一半 差不多一半 所以你用兩萬五除以二 就是一萬兩千五 也就是說差不多是一萬三 差不多就是可以把它砍到 門檻以下的數字 就是他如果兩萬五出 寄出去 那只有一半的回函 那他只收回來一半 這一些有效 剩下的全部算無效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把這場罷免 直接結束掉了 就是連投票都不用投了 因為這第二階段 就沒有過關 我解釋一下 那個剛才沒有講完 葉原資他每一次 都是用這種方法 他就是拿正常的事情 他說的都是正常的狀況 那他用正常的狀況 來解釋這種不正常的狀況 也就是說正常的狀況是 我全委會照理說我是要看到有問題了 我才給他寄確認單 他這回不是 以前這種全委會寄確認單 沒有超過百分之十 或是百分之十五 這種狀況很少 然後罷函的時候只寄兩千多份 確認單出去 那麼這回會寄到兩萬兩萬五 是什麼意思嗎 我四萬三千範 我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了 兩萬五千份的話 就是百分之五十都是字跡潦草 或字跡雷同嗎 對 哪有那麼多錯誤 這個有為常理 你記一萬份 你記一萬份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而且你知道他們都有志工 在一些連署點上協助 有志工協助出來的連署書 還字跡潦草 字跡雷同 對 然後還 你說有字跡潦草的 我認為一定有 但比例高到 說有一半或是二分或是四分之一 那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不可能到兩萬五 那如果有 那現在匡列算 而且阿貴你算 那如果有是基隆市府要出來認錯 說他們行政干預嗎 這個我預判 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四萬三兩萬五比例太高了 現在已經在發生了 沒有這個是不到哪裡傳出來的消息 基隆市選委會裡面的人員 很仔細在看 所以說這兩萬五千份 都是他們每一個都是去看過才這樣子 做出來的判斷 可是當時 他沒有承認是兩萬五千份 對 但是他就是說 我們只要有記的話 只要有記這些查詢單 絕對都是有問題的 好 可是才在幾天前 基隆市選委會才跟中央說 說我們人力不足 所以說我們需要四十天 是因為我們這三十天 來不及處理這些東西 我們沒辦法 我們人不夠 這個時候 李信勇這邊才說 人不夠 那我再派人多 我多派人給你 你要多少人跟我講 我們來一起陪你一起查詢 把你查得乾乾淨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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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時候基隆又說 宣委會又說 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通常不用來 基隆這種態度也不對 不用來之後 人家選委會的人員 他人數 為什麼各縣市的人數都 挖李信勇還要特別派人過去 他們說自己人數不足 不是 人數不足 可是他已經四十天 依照學說法 四十天就好了 因為人數不足 所以好 結果你竟然就在幾天之內 你看完了四萬三千份所有的連署書 然後你就說 總共有兩萬多份 或是不管多少份 他不成為兩萬五 這個我要打斷你一下 因為你們現在都已經預設說 他已經寄兩萬五千份出去 好那我先問為什麼 就是沒有嘛 我還是要問一下 知道了 那就四十天給人家嘛 為什麼要縮成三十天呢 重點不是四十天三十天 這不是重不重點 就是你就好好給他長一點的時間 慢慢擦 讓他慢慢審嘛 他沒有違法 有辦法就規定四十天 看來有給他三十天 還給他四十天 他都還是已經有辦法查出 那邊就讓他們沒話講嘛 那真的講 你給他四十天 我們自己 我們沒話說嘛 所以我都 光是我自己 光是我自己收到的民眾的陳情 就是他已經收到查詢單的 他就想說 奇怪了 我明明有蓋章 我明明鑽鑽正正的填寫 到底為什麼我還會收到查詢單 而且他是蓋印章 他們是家裡的每一個人 慎重的拿著印章 一個一個蓋上去 這一種也會收到查詢單 另外一種 他直接親手簽名的 他還是收到查詢單 就讓人覺得奇怪 等一下 所以簽名也是查詢 蓋章也是查詢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他有沒有可能爛發查詢單 對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就懷疑說 你根本就不是認真查詢 你根本就是拿個追風扇 吹一吹 看誰掉了 他有沒有爛發查詢單 這件事情 當然將來要拿來做檢討